I feel good, you look great I like you, I can't wait I first time, I first day You so fine, I'm so late You sip wine, I drink straight Don't waste time, to my place I feel my heart erase So catch me if I fall 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個星期就是通關的日子 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檢測和配額 都可以自由的通關 今天看到我身後 就是闊別三年的洛馬洲 因為其實有幾個口岸 今次我就去洛馬洲這邊過關 但是在過關之前 先要做一件事 雖然不需要任何檢測 但都要填健康申報 健康申報就要用微信 掃回或者網站掃回這個code 掃完之後就要入回資料 所以最好就事先自己掃完 入了先就不需要排隊慢慢掃 因為這裏可能很多人來到 都是慢慢做的 我之前已經掃了 已經填好資料 容易點過關 今天是剛剛開關的第二天 我看到其實在洛馬洲這邊 都不是那麼多人 我看新聞昨天 爐那邊就會比較多人 簡單講一下過關的程序 都很快的 香港那裏 其實身份證就不需要用指紋 人面識別這樣過完關 去到深圳那裏 剛才掃了二維碼 你就會出了一個黑色的QR Code 如果沒有 你就去到那條橋的位置 就可以排排另一條隊 就是會有人幫你 否則你弄好了 好像我這樣已經整好了 直接用那個二維碼掃 然後就已經可以過好去 去回正常 進來也是用回鄉做 都很快 如果你填好一些東西 其實一路由香港一路過 我想你走得快 五分鐘都可以 如果慢 十分鐘基本上都暢通無阻 過到你了 現在很開心 快點下去走商場 吃東西 有時間就按摩 第一站我就先去 這個 可能未必太多人經常去的 但我之前自己都很喜歡去的 一個叫KK MALL 京畿100 因為那裏都幾多東西走 而且有些東西都適合我吃的 先跟我去搭地鐵 Go 我現在在深圳地鐵 我的目的地就是大騎苑站 就要在匯展中心站轉車 其實如果在羅湖 就會方便些 搭幾個站就到了 為何第一站會去京畿100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商場 沒有那麼多人 而不去一些 香港人熟悉其他的商場 不過我慢慢都會再去的 還有 旁邊有一個很近的 叫做文和友 我想大家都聽過 因為之前疫情就上不到 那個時候開場就很盛大的 但現在就好像比較疏落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 但我也想去看一看 因為那個座椅 其實都好像挺厲害 整層用一些很古式的裝修 都去參觀一下 深圳地鐵也很有趣 它這裡會有寫這個車卡 是強風 這個藥風 女士前面一向都有 這個就第一次見 這個不知是甚麼牌子 但這些車很漂亮 阿維塔2 不知道是不是這些電車來的 看看 多漂亮 看上去 是電車來的 三十多萬人民幣 都不錯 看上去多型 多高級 這裡都有 應該都是電池車 看樣子 這個商場也是買些貴少少的 這裡有IT 後面我這裡 是North Face 這個KK Mall 京畿100 沿途一直在地站 在B出口的大企圈站一出 一直直走很快 連著的商場 很多深圳的商場都是這樣 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來到第一站 首先 就去看肚子 去吃東西 現在找一找 看看有甚麼吃 有些我以前很喜歡的 好像這裡都有的 現在去看看 好,我決定了 就是第一站 就是南京大排檔 因為我覺得它很划算 價錢也不錯 環境也不錯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變得 先進去試試看 不過這次的影片 會比較長一些 因為我會拍攝其他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會獨立一段影片 我現在進去吃東西 吃飽東西就逛逛逛了 商場的賣衣服、店舖 因為很多牌子 可能香港也有 我就不特地走 這次來 就是想去一間 賣一些家品的店舖 家具 這間其實在日本也有 日本也很大的 暫時香港沒有 只是在深圳這邊 我就知道有兩間 在這裏 這裏 有一個開了 剛剛新開 12月沒多久 可以看到 跟大家去逛逛 就是這間 我猜是這間 Vittoria 宜得利家居 之前在一方城那邊才有 這裏剛剛開 比較方便 這邊就賣些香薰為主 因為我不知日本賣多少錢 所以我就沒有得比較 因為很久之前 我在一方城那裏也看過 我覺得價錢也不錯 不算很貴 而且也有少許像Friend Friend 加少許宜家屍那一類 如果喜歡日式的碗塊 這裏也有 價錢就正常 又不是特別便宜 但又不是很貴 這些兒童餐具 它標明日本製造 某一些是 這裏也有些日本製造的碗 相對貴少少 但其實也不算很貴 因為299元是一套 我初以為只有這兩個 原來是一套 這些就再貴少少 有些都挺漂亮的 這些都是標明日本製造的 去不到日本 現在都可以近近地來這裏 買回一些 如果剛剛裝修的朋友 可以添置一下這些 這樣的廚具 原來這裏每一個產品 都有寫明是哪裏原產地 好像這裏就是福建 這個很棒 鐵板牛跑 家裏玩鐵板 可以拿起它 這些特長的料理筷子 這個很便宜 7.9元 兩對 這個貴少少 19.9元 這個是直膠 所以會貴少少 這個是油炸鍋 還有它很貼心 它有一套配上這個 這個就是用來隔開 有時油會彈得很厲害 這個也不錯 原來這裏有示範 實物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漂亮 它有白、紅、木柄 我見譬如有些韓式的 都是流行這一類的 這些床單被鋪都挺漂亮的 這些花紋 還有呢 原來譬如兒童這些 是抗菌防塵滿的 這個很有趣 寵物 你可以放一隻狗在裏面 一起暖 不只是自己暖 後面這裏還有些家具的桌子 梳化等等 順便買兩塊浴室墊 這個也便宜了 19.9元 因為我香港買過幾塊 都是會很滑的 這個比較絕 走完KK Mall 下一站就是文和友 只帶一個站 地鐵到老街站 後面這裏 G出口 接著 就過對面碼爐 就我身後 這裏 大家看看看不看得到 為什麼這裏有個洞洞 什麼來的 不知道 不敢入 應該沒有東西的 可能以前有東西現在沒有了 這裏真的很適合打卡 好帥 這裏一直看上去 哇 我再拍給大家看看 這樣挽回 有些像九龍城寨 對 有些像香港那裏 這裏很漂亮 好過癮 雖然現在不太熱 但我覺得如果未來過 怎樣都要來一來 看一看 趁現在又不多人 因為好像以前說很多餐廳 現在都 整理了很多 只剩下很少 而且沒有什麼特色 不過我覺得體驗一下 都是不錯 打卡這裏 不過最有趣 我未上去之前 我看到有一裏 很恐怖 這裏 好像 你看 寫著 廁所在負一樓 請下負一樓 這裏 其實 好像很恐怖 但也走進去看看 這裏真是好搞笑 一進來 好像真的 有些很舊的街 很恐怖 這裏你看看電線 雖然明知是假的 但真的 如果你滴水 好像別人的拍電影 很恐怖 怕被人追殺 救命啊 不要殺我 救命啊 救命啊 嘩 看這裏 又是好恐怖 你看這裏 好像 包黑實一樣 我看到人在打卡 嘩 好過癮 這裏是可以上去 剛才看到 上面有很多層 這裏都可以上去 好像 很搞笑 很舊式的 探險旅程 好 我們現在一起走上去 探險 走到這條樓梯呢 上來呢 是真實還是無疑呢 真的很臭 那些縮味 好像坑渠味 很酸縮臭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 螺絲粉 還是 但又不覺得 有臭豆腐螺絲粉 那些東西 為何會這麼臭呢 好 進去看看 這裏就模擬一些 買票的地方 嘩 真是挺漂亮的 再走過這裏 真的很多店舖都沒有 咦 耳夢 這裏真是用來給你打卡的 很多這些場景 嘩 這裏做得這麼漂亮呢 以及花了這麼多錢 裝修 但現在好像 半荒廢了 都有點可惜 我覺得 這裏都挺漂亮的 挺有心思 嘩 有一間涼茶店 嘩 這裡 嘩 這個廁所 不知道是特地弄成這樣 還是真的 好像很恐怖 就免得進去 這裏寫著 向上繼續參觀 但好像封了還是什麼 沒有人 所以我也免得上 大盞磅水都挺陰心恐怖的 好像鬼屋探險一樣 走完文和里對面的商場 我看到有喜茶 來到 當然要喝一杯喜茶 好 進去 很興奮 很久沒有喝喜茶 這間還有食物 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來的 糯米池 輕軟糯米池 另外有豆沙 有豆沙 對 很便宜 比香港很多 對 飲品也要十多元 香港肯定很貴 香港好像不是十多元 而是四十元 對 好 先喝一杯 很久沒有喝了 很棒 這個是爺爺汪汪 試試這個 洛洛乳茶卷 應該是否裡面有 那些 摩池 那些 都值得 9.9 有些茶味 還有中間這個 有少許煙韌 其實都挺好吃 喝完喜茶 現在出發去按摩 其實我覺得 一路沿途走 一些街 感覺上深圳 比之前 疫情之前 乾淨了很多 可能比較嚴格 一些使用 都挺好 還有我見 這裡走過 深厚這條 這條好像城門河 人造河 但都很乾淨 你看到沒有什麼 垃圾 我就是上來這個商業大廈的按摩了 看來好像美容院一樣 都挺乾淨的 看看價錢 這個就是那些價錢 200元左右 45分鐘便便宜些 不過呢 美團有這個 大重點評 128 沒得推油的 就60分鐘 玩一下這個 試一下吧 1小時後 大家看到我頭髮都嫩嫩的 就知道我已經安怨了 嘩 好舒服 好正 1小時很快的過去了 我覺得手勢都不錯 現在就去吃東西 來到最後一站了 就是吃晚餐 就是我身後這間200火鍋 這是一個港式火鍋 我以前經常都吃的 就在福民站附近的 它的沙爹湯 就是牛肉 就很好吃的 在港式火鍋 都是那句了 因為這條片太長 我想快些 剪好給大家看 這個 餐廳飲食這條片 就會另外之後再出 不過都會很快的 大家放心 今天閒日 那些餐廳都算多人 我想是現在 比較多香港人過來 所以這裏都是多香港人的 那些餐廳都開了 大家記得出境都要掃這個碼 或者剛才那裏 微信開小程序 其實有完資料 只要你按出境 就可以了 所有東西都在 會有一個黑碼 你又是去這裏過關 就可以了 掃黑碼 我順利過了來香港關 其實程序只不過是多了 填健康申報那一部分 黑碼掃了那一關 其他大致上一樣 而且都很暢順 總結今次深圳之行 真是很好玩 行程很豐富 又逛商場 逛街 又吃了很多東西 還要買東西 還有按摩 行程都很圓滿 今次分享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 以及分享給我朋友 還有旁邊的鐘 有聲音便出來 馬上收錄資 Follow我Facebook、Instagram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了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